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师,欢迎收看本频的关键来关键把卡梦的前锋,好久没看到卡梦的前锋打的是超Q的爱哭鬼 并换祭司机械加前锋 这个阵容不得不说脆是真的很脆啊 先知都没有,但凡上来秒个机械时我都不知道爱哭鬼怎么输 这里,哇,诶,有看到,好的,打一刀 不过这一刀呢,这个距离拉远了,我觉得直接拉个,随便拉个火加个素吧 因为下一朵火,有的拉的话直接可以拉个火加个素 下一朵火跟过去差不多这个CD也赚好了 没得拉嘛就算了 补一棵树啊,对,这边肯定树是压好的 顶级选手的话,他们的一个压树都是不会给你有太多的机会的 一火,扭开,好的 后续这边看机械时往哪走,往前走的话,有信号有祭司动 刚才说往前走的话,这边可能走不到交互点 由于这一个洞非常的关键啊,给到了机械时一个很好的支撑 那这里爱哭鬼可能就要闪现了 闪现先追,因为这一刀打上以后呢,它是可以直接开技能 开完技能以后,你这边距离跟我拉开了,我可以补一颗,补一个滑板来直接封距离的 对吧 超科这里的一个选择非常正确 然后这里看火,又又有一个洞,又有一个洞 这个洞讨厌 好像凉火了,来劲头给他前锋 这边的话,前锋这边蹲着,偷袭背后,千年杀 打了一刀,娃娃也出来,那是顺势把娃娃打了吧 这突然,本来眼前一个人,突然变成了三个人 前锋这波,其实娃娃如果不放呢 前锋这波撞,吃这一刀也不亏啊,让机械时有机会能转点 现在来看,娃娃被打呢,就不转了 亏的话我觉得也还好吧 这里应该是倒了,这个地方火封住必倒了 火封住必倒了 追到,等火,找角度,好的,没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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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了,我去,前锋来了,这 那是没了呀,这卡了不能怪我的呀 哎呦,心疼我超Q啊,这 帮帮扛,帮帮扛,帮帮扛,扛一刀 前锋这边可以找祭司补状态了 这刀扛完以后,祭司又拉进交互点了 这边这块板子还没踹掉 哎呦,刚才这卡了是什么鬼呀 这网络不好就很烦了呀 你说对面对吧,真的 就玩起来,前锋一波撞什么的 没办法嘛,就认了,被卡住,很伤啊 这怎么会,哎呦,我去,我去 有一说的街市牵制也确实到位啊 前锋这边站住了,来保一手 看下机子,机子的话还差一台新机 一个滑板加速啊 这边要最好是前锋撞,哎呦,没撞 哎,哎,机会来了,机会来了 这里前锋只能撞就,要么走 走 这前锋还不走,七秒钟闪现 这一波没撞下来的话 有机会能翻,我只能说有机会能翻 因为爱哭鬼这里他是有一火一刀的能力的 所以说这里应该是前锋跟祭司合着来救 单人来救风险太高了 一波直接翻盘的 拿火 哎,旧也是旧的果断 旧也是旧的果断 这波换老师这个旧人 没有给超Q太多的反应时间 找前锋,交闪现 有减速哦,所以说拉的不是特别远 这边反正薄迷还没结束哦 但是待会能不能找到这个机子呢 帮忙扛刀,帮忙扛刀 我先把前锋给 秒,哎呦,没秒到,没秒到 祭司 最后台机还在修 超Q这边好像是准备 拼一波打控场了 但拼一波打控场呢 这边放走了这个 哎,漂亮,这多火 放走了这个前锋和病患的话 这两个人开开刚好补状态 补完状态以后 旧也是叫自己翻箱子 旧是这个时候不要去拖累别人 什么让队友来摸你 没有意义 因为这里 旧也是不是一个上挂飞 所以说他这边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去找队友 他这个时候 外面翻箱子是最好的 修嘛 我觉得这个时候 旧是修也修不太动啊 最好是先翻个箱子什么的 翻根针什么的 对吧 自己动手 封一足十 要不然呢 这祭司这边留了一个三连 爱护鬼往前一赶 找到祭司 救下来 击倒了以后 就是一个上挂飞了 对吧 这边找祭司 所以我就是当时觉得 这边不要修机 因为修机第一暴露你的位置 第二呢 你这边没有自保能力的 那边前方是尖属救下来 一个拉火加速 找到箭石 可以 这里病患 直接摸上机子 三十二连机 前方这边球也剩的不多了 看一下 有多火 抽到 拉火漂亮 我去 这多火 这多火极限 追一刀 再打残 超Q 这局 有翻盘点 但是这个点 不多 这个点不多 一个滑板加速 拉火 找前方 追一刀 漂亮 但是祭司那边的机子应该是能好 祭司那边机子应该是能好 所以他这边用气球刀看看他们打一些东西 打不到的话 挂门边 封一边的门 还在防前方的撞救 还在防前方的撞救 祭司机子 这百分之应该七八十了 这里 火 一火好的 再一刀 机子能不能亮 亮了 哎呦 还是亮了 亮了的话呢 只能先处理机也识了 这里三个人 全部残血 五秒钟 有下雨多火 绕过来一刀 挂飞 这把打的是真的精彩 超Q这个爱哭鬼 有一说一打得漂亮 很刚 就观想性很高 观想性很高 祭司那边 还玩一手 有传送的话 这个局还有机会 因为外面的病患和前方 剩余的位移能力都不多 位移道具都不多 位移能力都不强 保个平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这里祭司好像想要利用这两个洞 来帮忙做一些文章 捂一棵树 反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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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绕到了 绕到了 漂亮 帅呀 这个局能打成平局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祭司这里的话 再来捞人 我觉得没必要了 他得走 他得走 但是有耳鸣 这祭司还不好说 这个耳鸣 捞人是肯定不可能捞的 就看这边 祭司 蹲 然后能不能走个地窖什么的 因为待会晚流应该是要结束的 祭司这边走地窖呢 就在旁边 我们看看就在旁边 也得不是特别远 卡着 卡着 有耳鸣卡着 那也不可能说我这边对吧 就 等着吧 先挂飞了再说 对吧 先挂飞了再说 这边不会等到晚流结束了 再来救一波吧 救一波这前方出不了地 这家是没有意义啊 应该就是等晚流结束 然后这边祭司跳地窖 这可能性最大 超哥这边应该也不会传了 应该也不会传了 病患先走了 卡着这边 要准备跳地窖 他要躲掉一个火 不可以绕出来 守着地窖口 祭司 怎么说 进步翻 悄悄的 悄悄的 看见了吗 卡哥 漂亮 这局真的神仙打架 两边打的都 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太好看了 哇 意犹未尽啊 好想再看一把 感谢老师和鼻子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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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